林次长,政府相关部门主管,各位委员同仁,媒体朋友,可不可以请林次长答讯,好吗?谢谢。 请林次长。 委员好。 次长,你好。次长,我们这个吴敦毅先生跟本席等32位委员搭的提案,最主要的就是原来我们这个条文里面说违反不得兼职之法规,那么不得兼职写得不够明确,那指的是违反公务人员服务法第14条吗? 就是公务人员的兼职嘛,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后来又改成违反不得兼职公职之法规,那事实上那又走过头了,那会让我们的很多里长啊,村里长有这个意见啊,那么事实上村里长很多在兼职地震室的也有啊,那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做一个再修正的动议啊,违反公务员不得兼职之法规,那你觉得这样可以接受吗? 嗯,先请更明确一点 哦,基本上,我想这个文字的话,我们内政部是觉得,应该是可以,但是因为有关公务员兼职的,相关的规定文房内是不是非常的精确,我建议是不是全立部或者人事行政局的哪位党官呢?能够说明一下吗 林专办委员 因为原来这条文就是讲 就是公务人员 可是因为他原来讲不得坚持的规定 那是不得坚持的法规 那不晓得是什么不得坚持的 教职员又有坚持 包委员 这三个条文的文字 当然是今天提出的修正版本 应该是最好的 所以说违反公务员不得坚持的法规 好吧 那我们跟主席也报告一下 我们到时候记录的时候 行政院这方面也既然同意 而且权势部也同意 是不是我们就把违反公务员不得坚持 执法规 把这个讲做这样子一个再修正 那另外有关于我们说 很多在基层无照 但是他也没有以地震室自称的执行业务者 欠缺规范 所以说本期提出的修正 是擅自执行地震室业务者 可是这个我们也在做另外一个修正 就是和擅自以地震室业务为常业者 这样子这个修正 不晓得次长您觉得怎么样 那基本上我们同仁 这个文字的话 我觉得比就是原本的文字已经更精确一点了 就可以已经排除掉说一般的普通的按照民法的代理 所以我想原则上我们尊重 对一般民法的代理的话 那也可以 对不对 但是他如果不是地震室 他又没有以地震室为名 但是他在执行地震室的这个业务为常业者 对 只是要向委员报告了 就是说跟我们土地法的用的文字会不太一致 对 就是说如果大家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 那我们是不是而擅自以地震室业务为业者 这样可以吗 做这样的修正 擅自以地震室的业务为业者 而不是我们原来的擅自执行地震室业务者 因为地震室业务里面 因为代理的其实这样也包括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就是擅自以地震室业务为业者 对不对 这样的话他不以地震室的名出现 可他却是以地震室业务为业的 那我们这样也可以把它规范进去 因为现在的法律条文里面就对于那些 没有地震室执道 然后他又以地震室 他又不叫地震室 可他却在执行地震室业务 这样可以吧 可以 那是不是我们也请我们内政委会跟主席报告 就是我们在这方面也能够做人价值的这个修正 既然行政部门也同意了 就是擅自以地震室业务为业者 也不要加长业了 就为叶子 这样子好不好 好 谢谢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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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